在昨天中国南篮在亚运会对阵东道主义尼队的比赛中,新疆队前锋,有着CBA字母哥支撑的阿布德沙拉姆发挥十分出色, 全场比赛砍下24分时篮板的两双数据,尤其是在上半场比赛的焦卓时刻,他自己一个人站了出来,通过冲击力强横的突破和稳健的罚球,拿下十分,为中国队奠定胜局。 而就在瓦塞之后,国内著名篮球记者宋祥报道,消息源,已经有NBA球队愿意邀请中国南篮球员阿布德沙拉姆参加季前赛训练营,主要是想让他参加NBA发展联盟打球。 同时,直到现在,沙拉姆与新疆队的新合同谈判仍未完成,值得一提的是,在今年夏天,阿布德沙拉姆曾经代表NBA霸主勇士对付战的夏季联赛,不过其表现一般,主要还是因为没有上场时间,而在美期间,阿布德沙拉姆也曾接受退役民宿凯文加内特的一对一指导。 中文字幕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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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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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